第十二次机器狗探路实验 开始 加油 加油 又失败了 真是可惜 连条玩具狗都搞不定 还好意思叫未来号兴趣小组 只要你少来骚扰我们 这实验就能成功了 我这不是来骚扰 是给你们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们远古号地球考虎祖恐龙展 明天就要开展 展览的明星 就是这个机器霸王龙 跑得又快又稳 绝对不会四脚朝天 哇 这么厉害 保证你们看完了之后 会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你们小组不如解散了 来给我打下手吧 明天你会去吗 才不 这么晚了 你要到哪儿去啊 噓 我要去少科站看看司马晴空的恐龙展 你不是说不去的吗 白天去一定会被他嘲笑 所以趁晚上没人的时候去 还可以研究一下 他的机器霸王龙是怎么走路的 我也要去 你给我回去睡觉 你要是不带我去 我就去告诉爸爸妈妈 好吧 真拿你没办法 别吃我 这是假的 太壮观了 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跑得又稳又快的 司马晴空虽然讨厌 可是这个展还真不错 我才不会输给这个讨厌鬼呢 我对你有信心 哈小龙 这不是滑滑梯 哈小龙 你把模型术都给弄坏了 我太喜欢这里了 这里有家的感觉 你快给我下来 来来 收拾 我要飞 不许跳 我可不想让司马晴空以为 我是故意来搞破坏的 哈小龙 回来 赶紧回来 别来 别来啊 快给我下来 还好没事 还说没事 我们可闯了大祸了 如果我跟司马说 今晚发生了一场小心地震 他会相信吗 这条腿是谁的呢 应该是你的吧 哈哈 装好了 这不像是侏罗纪的恐龙 倒让我想起了伽马星人的宠物 这可怎么办 这些模型都混在了一起 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这些事只有古生物学家才会做 哈哈 你变成古生物学家不就行了 对啊 我怎么把自己的绝招都给忘了 古生物学家 哈哈博士来帮忙啦 古生物学家是专门研究古代生物的科学家 他们通过研究古生物化石上的骨骼形状 食物残留痕迹等线索 推测古生物的种类和习性 所以说像恐龙这么常见的古生物 你一眼就能认出来了是吗 小菜一碟 我觉得比之前布置得更漂亮啦 嗯 我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劲 霸王龙不见了 哈小龙也不见了 难道说 糟了 一定是哈小龙带着几奇霸王龙跑了 我们得在天亮前把他们找回来 否则会引起骚乱的 顺着脚印着 哈哈哈 太帅了 我就是地球的霸主 谁敢小看我 滚蛋 朝哪儿尿呢 看 霸王龙就在前面 太好了 糟了 前面就是司马前空的家 我千万千万不能让他看见 帅 刚才是做梦吧 没见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哈小龙 快跟我回哨课站去 不要 骑上世界上最厉害的霸王龙 我就能称霸地球了 比霸王龙这么高大 我们拦不住啊 你不是很熟悉霸王龙的生活习性吗 快想想办法 有了 有了 霸王龙根本不厉害 你说什么 霸王龙只是看上去很威风 其实才又蠢又笨 你骗人 是真的 不信你来抓我们试试 好 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霸王龙的厉害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 叫霸王龙把我们猜忍 放心 根据古生物学家 对霸王龙不符合的研究 行动缓慢 这是它的弱点 但是它是机器霸王龙啊 这个机器龙体重六分 完全采用了仿生物设计 所以跟真霸王龙一样 只要它追上了一段 肯定就没电动不了了 当然如死般 就连我这种跑步不适合的人 都比你跑得快 都比你跑得快 跑得这么慢呀 快 快 快追啊 这边地边买点吃的吧 好 收获公主 明天 上 上 上就抓到你了 你怎么了 快起来啊 帕小龙 你闹够了吧 你称霸地球的美梦 该结束了 怎么样 修得好吗 修是能修好 可是明天开展前 肯定来不及 那可怎么办 司马晴空肯定会在恐龙展上 掩饰这个机器霸王龙的 都怪你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们想要怎么惩罚我 我都接受 我有办法了 马门西楼 生活在14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 脖子长达12米 是长颈鹿脖子的四五倍呢 怎么样 是不是很佩服我呀 司马晴空 你太厉害了 你 真的这么觉得 当然 这个扎裤子的很漂亮 这个霸王龙也很逼真 简直比自然博物馆还好 难得提到你的夸奖 看来是真的不错 不过 我有个小建议 什么建议啊 这个机器霸王龙太像真的了 你就不要随时走路了 否则 大家以为他活了过来 会引起骚乱的 嘿嘿嘿嘿 蓝蓝 你今天是走了 变着法来夸奖我 不不不不 我是说真的 不要让他走路比较好 不吓到大家的 嘿嘿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大家看这里 现在我要让霸王龙复活了 我成了哈啸龙牌石膏板了 今天早晨 在本市多处发现了神秘的大脚印 不是 是真的 我真的看到大恐龙了 当时我快追到大恐龙了 可惜当时它跑得太快 转眼不见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耶 耶 您家的快递 麻烦签收一下 爸爸 你又买这么多东西 我等了好久的限量工具 还有妈妈的化妆品 哈哈和哈小龙的游戏机 蓝蓝模型 都到了 现在大家都网上购物 每家的快递越来越多了 辛苦了 快递哥哥 再见 不辛苦 不辛苦 蓝蓝 再见 年轢 你们等了呀 Claire 叔叔 没有啊 我的胶带都用完了 姐 我的胶带都用完了 最后一包薯片也没了 老婆 我卫生纸也快完了 别嚷嚷了 我网购的蔬菜和烤鸡马上送到 准备开饭了 奇怪 今天快递怎么还没来啊 对不起 今天出了点意外 你们家的会计还得过两天才能送到 真的非常抱歉 不好意思 歇过一下 不好意思 完了 我做的模型还要去参赛呢 我订的教材 明天要给学生上课用呢 还有我的零食 玩具 都别吵了 快递小哥都上成这样了 你们就别催了 还有 今天吃泡面 没有快递的日子 度日如年呢 原来你们地球人这么需要快递员 是啊 什么事都做不了 让我来帮你们吧 太好了 哈哈 哈哈 你真是雪中送炭哪 大家别担心 送货什么的就交给快递员哈哈吧 你确定你一个人能送得了这么多快递吗 哈哈 我看这一次就算了吧 这么多快递 你一个人送到明年也送不完 嗯嗯 我腿短跑不快 你可别让我帮忙 哈哈 你们可别小看了快递员 我们送快递啊 也是需要技术含量的 嗯 这是我们负责投递区域的地图 一共有824户人家 需要运送2415件快递 作为一名合格的快递员 我们必须规划好路线 在尽可能短的路程里 送出尽可能多的包裹 尽量不要走回头路 这样会浪费很多时间 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不过需要借用一下你的货箱和兰兰的帮忙 嗯 那倒是没问题 不过 你们要做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哦 哈哈 真是个好主意 看我的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全自动快递机器人 它会自动抓取快递 扫描地址 并且计算生成送货的最佳路线 请看管好宠物 你才是宠物 快递 快递派送路线已计算完毕 快递机器人 开始拍送 收到 快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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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给送到吗 谢谢你 新来的快递员 太厉害了 才半个小时 这油火箱的包裹 就送完了 他马上会回来取舰 接着再派送这个区域 哈哈 兰兰 你们的快递机器人 真是派了大用场了 这种小发明容易的很 哈小龙 把那个箱子推过来 我这么小 推不动啊 看来 人类离开了快递 就没法正常生活了 这个机器人来得正好 我的玩具和零食 马上就可以送到 笨蛋 只知道你的玩具零食 你没看出来 这是个好机会吗 嗯 什么机会 你只需要在那台机器人的芯片上 倒点鬼 就能引发很大的混乱 那就等着看好戏 你 你在干嘛 快让我们出去 你是怎么投快递的 怎么回事啊 糟糕 机器人怎么失控了 喂 我的快递怎么被丢在马路上 我心买的花瓶都碎了 你们这怎么投的快递 我就偷偷打破了 喂 管管你们的机器人 他在路上妨碍交通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们正在想办法 哈哈 蓝蓝 你们的机器人是怎么回事 喂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嗯 看来只要高点小破坏 地球果然会陷入大混乱 我哈小龙太有才了 嗯 啊 我 我 我的玩具和薯片 我的快递也完了 我发现问题了 机器人的投递程序里有病毒 那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 我们要查杀病毒来源 然后输入加密程序 这次要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 才能开始投送快递 还要输入自动驾驶的程序 让他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这样 无论在哪里 他都不会引起混乱了 哦 我知道这是谁干的了 哈小龙 这个玩笑你可开大了 嗯 又是你 哈小龙 啊 好 嗯 嗯 嗯 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 人猎识别通过 快递正确送达 太好了 现在的派送准确率 已经达到百分百了 没有违章也没有送册 时间也特别快 快递哥哥 你去好好养伤吧 看到大家收到自己的快递 我就放心了 这是我的玩具球 快递正确送达 希望您拥有快乐的一天 对不起 阿小龙 知错就改 还是好孩子 着吗 自沦 不 吃 小爸 你 还